大家要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很多人为了维持好身材穿美美的衣服就想要减肥 但是他们都会从控制食欲加强运动开始 但是增肥容易减肥难 一不小心吃多了又胖回去了 今天小编要教大家一个食谱 让你不用担心长胖的问题 只要我们利用香蕉和它一起煮着吃 顺比天然的蟹药 经常到排速变 让你的腰变得更加细 香蕉果肉香甜软滑 富含膳食纤维 淀粉含量高 所以常吃可以增加饱腹感 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吃其他的零食了 将它当作主食来吃 还可以起到减肥瘦身的作用 另外香蕉具有很好的通便效果 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排出肠道内堆积的素变和堵素 肠道干净一生清 不知不觉你就会发觉你瘦下来了 跟小编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我们需要用到两根香蕉和小米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小米加入水中 开大火将它煮沸 我们先将小米煮至软烂 那么在熬煮小米的同时 我们准备两根香蕉 将它切小 头部和尾部去除 放入一个碗里备用 熬煮至小米变软 有些粘稠的时候 现在我们加入香蕉 再加入少量的冰糖 煮至冰糖融化即可 冰糖完全融化后 我们即可关火出锅 将它存入一个碗中 非常简单的做法 小米香蕉粥具有小米的分香软糯 又有香蕉的香甜滑嫩 口感粘稠浓郁 还带有水果独有的清甜 非常好吃 小编建议大家可以当作晚餐来吃 睡前喝上一碗 让你隔天排出黑臭素便 养颜瘦身还帮助睡眠呢 说起小米粥 相信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养胃 作为晚餐 常喝可以调养脾胃 而且每100克小米中含有202毫克的色胺酸 它可以促进退黑素的形成 从而改善睡眠 提高睡眠质量 女人晚上睡得好 第二天才有精神 坚持一段时间保持良好的睡眠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况 完全不一样了 变得更加白嫩细腻 此外 只要大家一直坚持喝这碗小米香蕉粥 还可以很好的控制体重 美味爱美的人士 都绝对不可以错过这款小米香蕉粥 每天睡前喝一碗 隔天拉出黑臭素便 养颜瘦身又助眠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